妈咪叔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上期咱们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太阳系内的八大行星 今天咱们再次回到之前的那段历史当中去 看看天文学家又有哪些新发现呢?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赫星 赫星还记得吧 说他用12米长 焦距1米2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 年轻的时候几乎都是在玩音乐的那位天文学家 咱们之前在介绍赫歇尔的时候用到一个词 说它是恒星天文学之父 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呢? 最早的时候咱们提到过 说哈雷发现了恒星的自行 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说天空当中的星星 只有行星的相对位置会发生变化 而恒星的相对位置人们认为这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就算通过周年视差 说我今天地球在这个位置看到一颗恒星的坐标 半年之后这颗恒星的位置出现变化了 这是因为视差导致的 可是再过半年地球又回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 这个视差也就没有了 那所谓恒星的自行就是在排除以上的原因之后 你看到的恒星依旧存在视差 这就是恒星的自行 并且这种自行其实很难被发现 一般需要很长时间去做比对 哈雷就是说他通过对比了前任的星图 才发现有那么五六颗恒星的位置貌似是出现变化了 而赫西尔要做的事就是要验证哈雷的说法是否正确 并且他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实在18世纪就是赫西尔的年代 有人已经开始猜测恒星自行的原因了 我们奔想也就两个原因 要么远处的恒星在移动 要么就是太阳在移动 因为运动是相对的 这两种运动都可能造成恒星的自行现象 甚至有人还怀疑这就是两种运动的叠加 彼此都在动 这件事就是由赫西尔给出明确答案的 赫西尔观测了7颗不同位置的恒星 由大犬做α星 就是天狼星 双子做α星 就是北核2 小犬做α星 就是南核3 等等一共7颗 1783年赫西尔通过7颗恒星的自行 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就是我们的太阳是在运动的 大致方向就是向着五仙座方向在运动的 那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 其实挺简单的 我们先假设太阳要是正在向前移动 那太阳的正前方和正后方的恒星就不会出现自行的现象 也就是你不会看到正前方和正后方的恒星的位置出现变化 自行的恒星只可能在运动方向的两侧 并且由于自行带来的视差方向应该一致 对吧? 也就是说两侧相对较劲的恒星应该都是看起来向后移动的那么一丢丢 而赫西尔发现的7颗恒星的自行规律正是如此 所以赫西尔证明了太阳是运动的嘛 这个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天文学家的认可和证实 拉朗德通过27颗恒星的自行数据再次证实了赫西尔的观点 到此为止人们的宇宙观是再次被刷新了 从自古以来的地心说到戈拜尼的日心说 人们把宇宙的中心从地球换到了太阳 但是赫西尔的这一发现无疑是给了我们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太阳也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太阳也是运动的 没准说也是围绕着某个固定的点在运动的 当然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赫西尔这个时候还不知道 这还不算厉害 赫西尔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双星系统 其实双星很早就被人们观测到了 就是说天空当中有一些星星 用肉眼看就是一颗星 可是当你用望远镜去观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两颗星 最早的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双星就是开阳 西方叫做大雄座θ星 用肉眼看就是一颗 用望远镜看就是两颗 很早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这没啥稀奇了 这就是两颗星 只不过恰好这两颗星在天球上的投影离得很近而已 它俩的实际距离可能离得很远 赫西尔就开始研究这个事 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要是人们说的那样 就是说只是这两颗星的投影离得近 实际距离很远 视差很有可能就特别明显 那你这样用来测量距离就再好不过了 结果在1782年赫西尔编制了一张含有260对双星的双星表 其中大部分都是他新发现的 然后就开始研究 到了1804年左右 赫西尔发现大部分双星都不止在天球上的投影离得近而已 而是这两颗星是围绕着同一个直星在旋转的 其实这种双星系统在现在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名字叫做连星 而仅仅是因为投影离得比较近 但是真实距离可能很远 并且它们没有共同直星的这种看起来的双星叫做光学双星 这种也确实存在 所以双星其实是分两种 一种就是连星 一种就是光学双星 而且其实有一些双星系统很难分辨 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开阳 到现在人们也不敢肯定的说到底是连星啊还是光学双星啊 能明白这个区别吧 连星的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真的是万有啊 距离我们如此远的恒星居然也会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直星在旋转 牛顿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被推上神坛的 不过确实厉害 在广义相对论没出现之前 那万有引力定律这是人们认识宇宙的唯一武器啊 太阳的自行以及连星的发现 赫希尔不愧是号称恒星天文学之父吧 但是这还不够厉害 赫希尔不仅观测了双星 他还观测了银河以及星云 他通过手中大量的观测数据猜测 银河应该是圆盘状的 这和现在的理论就差不太多了 之后赫希尔又开始观测星云 其实所谓星云就是星空当中有这么一团一团 看起来像云朵一样的东西 这个星云到底是啥呢? 对此人们也有很多猜测 比如说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 还有法国的拉普拉斯分别独立提出过星云说 用来解释太阳系的起源 其中康德就认为星云就是一些气体的星云 它是恒星、行星形成的雏形 而赫希尔通过观测发现 其实有的星云就是一团星系 然后赫希尔猜测 我们的银河系只不过是众多星系当中 比较特殊的一类星云而已 其实现在看来银河系除了有人类 再也没啥特殊的 宇宙当中类似银河系的星系都数不过来 然后赫希尔通过观测记录了2500多个星云 然后还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当然今天看来赫希尔的分类方法和结论并不是都对 但是他的这些数据却为后人开辟了一条研究恒星的道路 所以才叫做恒星天文学之父母 除此之外赫希尔还有一个小发现 对之后的天文学、物理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那就是赫希尔是第一个发现红外线的人 或者说他是第一个证实了红外线存在的人 这也是一件偶然的事儿 1800年有这么一天赫希尔通过牛顿的方法 用一个三棱镜把太阳光进行了分散 然后拿一个温度计测量色散之后不同颜色光的温度 从紫色到红色发现温度是逐渐增加的 但是偶然间赫希尔就把温度计放在红色以外稍稍偏离一点的区域 他发现温度还是继续上升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现象 赫希尔推断 光谱在红光之外还存在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光 它的热效应比红光还明显 红外线就这么被发现了 他还用同样的方法把温度计放在紫光之外 但是没能发现紫外线 紫外线的发现是在一年之后 1801年德国的化学家约翰·里特 他听说了赫希尔发现红外线了 然后用相同的方法 只不过没用温度计 而是使用各种化学试剂放在紫光以外 结果当他把氯化银靠近紫色的时候 很快就从白色变成黑色了 里特就推断肯定存在某种射线 其实就是紫外线 紫外线照射可以把氯化银分解成银和氯气 而银粉末是黑色的 所以就从白色变成黑色了 这样紫外线也被人们发现了 跑题了咱们说回到赫希尔 赫希尔的一生还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1792年54岁的赫希尔喜生贵子了 他的独子约翰·赫希尔出生了 这位小赫希尔从小在老父亲的培养之下 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且老赫希尔教他如何观星啊 如何制作望远镜啊 1816年24岁的小赫希尔就在父亲的指导之下 制作了一支长6米口径54厘米的望远镜 晚上的时候老赫希尔就用12米的望远镜看星星 小赫希尔就用6米的望远镜看星星 想想就很幸福上阵父子兵 小赫希尔通过大量的观测数据 证实了自己父亲的不少观点 1822年老赫希尔去世了 小赫希尔就继承了父亲的志愿 1825年他对父亲记录的星云做了一个彻底的复查 其中自己也新发现了不少 1834年小赫希尔做了一个决定 他也要像哈莱一样去南半球观测星星去 因为他当时在英国北半球 南半天球附近的星象很多都看不到 所以他就带着大望远镜跑到了好望角 并且在那一待就是三年多 这期间他仔细观察了大小麦哲伦云 都做了相应的记录 然后在这期间他还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是南半球有一颗星星 之前每个人记录的亮度都不一样 这颗星星就是传递作1等星 咱们叫海山2 这颗星之前哈莱去的时候记载的亮度是4等星 后来又一个天文学家拉卡伊 他也去了南半球 他估计海山2是2等星 结果小赫希尔刚去的时候确实是2等星 可是他待的时间长啊 等到了1838年这颗星星已经变成1等星了 这事他觉得很奇怪 但正是这个发现人们才开始研究变星 并且之后还发展出了造幅变星的测举法啊 实际上海山2为什么亮度会发生变化呢? 还不是一颗传统的变星 小赫希尔离开之后 这颗星星最亮的时候可以和天狼星相媲美 到现在它的亮度就稳定的降下去了 目前是6等星 肉眼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现在的结论就是海山2是一颗高光度的蓝变星 质量大约是太阳的150倍 这是一颗大质量的不稳定的超新星 未来的结局就是超新星爆炸 但是由于具体的寿命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海山2可能明天爆炸 也可能一百万年之后才爆炸 超新星爆炸之后 按照它的质量最终的宿命就是一颗黑洞 海山2距离我们只有7500光年 如果发生爆炸那对人类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至少亮度我们肯定是能看见 并且爆炸带来的伽马射线 也很有可能会影响一些人造卫星和航天器 不过不要怕 这事都说不准的事 咱们再说回到小赫希尔 小赫希尔回到英国之后 他就开始整理父亲还有自己的观测数据 1864年终于是把父子二人的毕生心血 整理成了厚厚的几本书 其中包括了5079个星云的星云表 还有包括了1万多对双星的双星表 7万多颗恒星的星表等等 这些宝贵的资料为之后的恒星天文学 提供了巨大的参考价值 同时期赫希尔父子的数据也带来了很大的用途 最主要的就是中年视察法的出现 人们终于是有了测量恒星距离的办法了 中年视察法咱们之前虽然说过 但是按照历史的发展 就是在赫希尔父子之后出现的 就是德国数学家贝塞尔的贡献 贝塞尔除了中年视察法 还在赫希尔的基础之上发现 有一些星星虽然用望远镜看起来也是一颗星 但是它仍然是双星 为啥呢? 因为另外一颗星太暗了 看不见 贝塞尔通过多年的数据拍着胸部说 我确信南河三和天狼星都属于双星系统 它们都是和另外一颗看不见的星围绕着共同之星在旋转的 后来是贝塞尔都已经去世了 后人才利用更好的望远镜 依稀的看到了天狼星的半星 特别的暗 今天我们知道天狼星和南河三确实都是双星 它们的半星就是亮度很暗的白矮星 什么是白矮星呢?咱们下集期再介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小赫希尔对摄氧术还颇有研究 它当时使用蔬果汁作为摄氧的感光乳胶 摄氧这个词的英文photography就是小赫希尔发明的 它对摄氧术的研究为之后的达盖尔发明的 引概法起到了重要的启蒙思想 咱们为什么要提到摄氧术 看起来和天文学好像不沾边的东西呢? 其实很沾边 之前咱们提到的朗博的光度学 牛顿的分光学再加上摄氧术 这三项技术直接奠定了天体物理的兴起 有了照片人们就再也不用每天捧着望远镜去看了 而且对于光学望远镜其实并不是做的越大越好 像老赫希尔焦距12米的望远镜其实很少使用 因为望远镜越大看起来就会越暗 只有特别亮的星星用大望远镜还行 平时都用小的 那有了照片直接看照片就行了 并且照片对于天文现象的记录也更加真实了 通过光度学分光学又可以直接把物理应用到天文上 你看正是这些新技术的兴起才会快速的推动 人们对于恒星、对于宇宙的研究 天体物理也就此诞生了 那咱们下期来讲一些贴近物理的天体物理的兴起 今天就聊到这儿 每周135B站YouTube微信公众平台不见不惨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